穿著旁護衣戴著口罩面罩 醫護人員忙進忙出 政治新冠肺炎疫情 最近第一線人員忙翻 23號校午指揮中心要求 醫師人員禁止出國引發反彈 收到非常多基層人員 就是覺得錯愕 然後甚至是憤怒 醫師人員休假 其實都要在年初 甚至是一年前 就要確定哪一週可以進行休假 然後機票也都是 那個時候就已經訂好了 由於很多醫護人員的休假 都在一年前就決定 如此一來打斷行程 也擔心沒辦法充分休息 政策一出讓基層不滿 相關醫療公會也接到不少抱怨 多少一定會有這個新生 但是要就很多層面上來看 全台將近5萬名醫師 就有3萬2千名在醫院服務 護理人員更有11萬名受到影響 占了總人數8成5 原本前一天下午 指揮中心強調 就怕醫療量能不足 才會要求所有醫師人員 都留在國內 但當天晚間 衛福部再發新聞稿解釋 只針對第一線臨床人員 我們現在鎖定的對象 主要是以第一線 從事照顧病人的 這個醫護人員為主 衛福部醫師司長石松良說 目前是適度限制出國 風險相對高的陸港澳嚴格禁止 其他旅遊警視區如日韓等 正正盡量不要去 但相關細節 還是必須等到25號開會演你 才會公佈 記者綜合報導